這告不成,那我明天要去做周杰倫 明天要去做巨星全座了 如果台灣法律連這個都告不成的話 那我真不知道保障人的財產自由安全在哪裡 所以完全被告知的時候他已經賣了很久了 他還出一部曲,還出二部曲,還出三部曲 沒說館長,那我是不是用別人的 然後我畫的一模一樣,我取別人的名字就可以 肖像錢如果使用下去牟利是肯定告得成的 這告不成的話,這太扯了 你有沒有看清楚,他連紋身那個1比1的抄襲啊 他連紋身都1比1的,你自己去看啊 連紋身都1比1的啊 我還叫我主管去買勒 買來發給我們留下證據勒 我們都買了,我在裡面都有留他的那個圖啊 這告不成 他用這樣盈利告不成 這個直接盈利耶 這個影響力太大是指說 如果人家去罵我們 如果是還好 就不會告 那如果是盈利的部分,絕對就是可以告 他拿我的肖像去盈利 如果你拿肖像犬 去貼圖,就像各位嘛,很喜歡做我的圖嘛 然後去貼 去貼在,比如說搞笑啦 或是 但是這個如果是100% 抄襲 而且當然他盈利了啊 他盈利了啊 我覺得這個很誇張啊 真的有點誇張這個 免費的也不行啦,我不同意啊 他只要在 他只要是在這種LINE上面盈利的東西 我都不同意啊 你要去徵求我 那這樣子 現在廣告廠商要找我的不用找啦 每一個都截我的圖片 館長 館長授權 館長代言 然後把我的圖批一批 館長代言這個遊戲 館長推薦 這個東西好吃 館長賣的 那是不是我他媽的 我是不是會有很多困擾 人家是不是會一直密我 館長這裡賣的 館長是什麼的 沒有啊 可是我買好多耶 我想說是你,我要支持你 我連我自己賣 衣服我都 我都三四次都是一直確認 這是很注重商譽這樣 其實做到很棒我才要開始 我才要開始賣 連我自己在做事都是這樣 沒有那麼隨隨便便的 怎麼可以讓人家去借用我們的東西耶 如果這樣子可以 那我明天開始就全部他媽的 陳迷思汗那個西羅代言 ROCK代言 JASINA代言的推薦的 Olympia冠軍代言的 推薦陳迷思汗的戰 好明天開始賣炒牌 誰代言的 勞博迪尼洛 我就每一個他媽的都 周杰倫 張惠妹 都穿過我的衣服 把他們圖P一下嘛 叫女生來拍個照 P張惠妹的臉上去嘛 這樣可不可以 這樣可不可以 重心雲集幫 幫惡名昭彰這個品牌加持 我幹你娘勒 他的 這種人喔 欠修理啊 欠修理我就叫律師修理你 不好意思喔 這個東西三天前 我們就全部備好記錄了 三天前我們就已經 寄信去給LINE了 我就是當天看到 我們等律師動作 三天之後 我們才叫律師去做 我這件衣服跟昨天那件一樣啊 只是他是白色的啊 沒有問過我根本不知道這個人是誰 這個不是智慧財產權吧 這個是肖像吧 肖像不得盈利 好不好 肖像人可以自行 製作肖像 譬如說自拍智慧等 也可以委託他人製作 如委託照相館 畫室製作 如有人主動為肖像人拍照 或照相 則必須從肖像人取得肖像製作權 法律定義上的肖像 包含的蘊含肖像權人 基於肖像而擁有的人格利益 一般具有下面的法律特徵 肖像是藝術的 在線的自然人的外貿形象 通常我們判斷人物的外部形象 是否構成肖像 因結合其表現的形式與表現的部位來看待 首先必須人物形象必須具有肖像特徵 全部具備 一是其表現的形式 即通過攝影反映出特定的公民圖像 二是肖像必須反映出特定的公民姿態 容貌表情等主要特徵全部符合 三是肖像必須真實可變 熟識的人一看就知道是誰的肖像 也全部符合 其次是特定的公民肖像事實 公民肖像在圖片中 因佔圖片的凸顯的主要地位 全部符合 被作為特定的對象來表現 而不是作為陪襯體 我不是陪襯體 他這個是全部符合 同時目的也不是透過肖像權來達成目的 肖像權的課體 展示了自然人格利益 所謂的財產利益 並非產於自然人外貌本身 而是基於肖像產生的人格利益所派生的 所體現不同的人格需求 對自然人肖像權給予法律上的保護 實際上就是對人格利益保護的需要 這個也全部符合 肖像權的侵權認定與賠償 我國民法通則第一百條規定 公民享有肖像權 未經本人同意不得以 營利為目的 使用公民的肖像 由此可證 構成肖像 構成侵犯公民肖像權的行為 通常應具備兩個條件 一 未經本人同意 二 是以營利為目的 全部符合 常見的侵犯公民肖像權的行為 主要未經本人同意 以營利的目的使用他人的肖像 作為商業廣告 商品裝潢 書面封面及印刷掛利 等等的營利行為 對於侵犯肖像權的行為 受害人可自立 制止 例如請求交出 或是公開消用權等 也可依法 求加害人停止侵權 排除妨礙消除影響或賠償損失等 賠償損失請求權 不以財產損害為要件 來你們去看一下法 一大堆 今天大家都知道 今天如果賣不好 你不會有 你不會有 出第二集 他出到三部曲 代表賣得非常好 我們要求LINE 提供 他所有的購買的 館長現在接一個工商 露出再直播一次是50萬 跟金剛簽約是500萬 加上兩年的連縫 加起來兩年的合計 共計是1000萬 應安部隊 日後了 日後還有可能跟館長繼續 做合作是500萬 我 的人 這些價值 我們都可以提供相關的這些 我們跟人家簽約的資料 提供給法院 如果今天他做這個LINE圖 不好意思 我要求償1000萬 什麼叫做價值 比如講說小宇嘛 他被人家畫LINE嘛 沒有人要買嘛 可能就是一些吸毒仔去買他的肖像 當然他求償的時候 求償500萬 不是很 不是很公平 因為他就是一個 對不對 小宇就是一個 對不對 那你說 Ello嘛 他的肖像權 他的價值 對不對 就僅限於Gate Bar中的那些人 會去買他的LINE貼圖 Gate Bar你懂我意思嗎 大家會去買L的貼圖 所以他也是很小的一個部分 也許就求償個10萬塊嘛 對不對 但是館長不一樣啊 館長 我們本身做很多商業行為 包含我11間公司的CEO 包含我11間公司的砍棒 包含我是很多產品的負責人 包含我出去外面接工商 接這些廣告 我的價格都是很高的 不輸給現在一流一線的明星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收看率真的非常高 在網路上的點擊也好 在台灣社會大眾隊伍的認知也好 台灣社會隊伍的認知就是 人長得帥 膽叫大隻 做愛又持久 所以這樣子有價值啊 所以你不可以隨便的 就畫一畫就贏力 對不對 不可以隨便的就贏力 他也不能這樣子啊 如果今天 我想請問各位 如果今天我送一個花去給周杰倫 或是送什麼東西給周杰倫 要收不收你家的事 我就開始製作周杰倫相關東西 甚至是畫出周杰倫所有的 陳吉思汗周杰倫廣告 陳吉思汗的護具 周杰倫御用 陳吉思汗的什麼 我就拿它全部都來套這樣可以嗎 你不能說送我東西嘛 人要互相尊重嘛 是不是 我今天我有付學員工薪水 是不是 付薪水比送東西還好吧 所以員工屁股向我的時候 我突如拖下來 我就隨便可以幹嘛 可以嗎 我就可以侵害你的身體嗎 可以嗎 我就可以叫你嘴巴打開 使我懶叫嗎 可以嗎 你在洗澡的時候 我又衝進去你家嗎 我是你老闆 幹你娘咧 你老闆是老闆我下班的啊 一輸換一輸嘛 不一樣事情不然 你很喜歡我 我可以你在西門町逛街 你看到阿館在西門町 你說館長我是你的粉絲欸 我都看金剛直播 我就可以很大聲的說 吼 阿你那是找蟹的那一個喔 在那個萬年大樓這樣子 十字路口 所有人都在看你 吼 你是我的觀眾那你一定找蟹 要互相尊重嘛 不是說你是我的什麼 我就是你的什麼嘛 不然就是 我站在路上 館長我真的很支持你 接著我手就伸進她的皮包 光你要幹什麼 你支持我是不是 我跟你講 你的錢就是我的錢 我的錢還是我的錢 然後你帶一個女朋友 身材非常的好 臉蛋非常的美 我跟你講 你的女朋友就是我的女朋友 從現在開始過戶 我就把你女朋友牽走 這樣行嗎 不一樣的事情嘛 不一樣的東西嘛 是不是 是說如果我不用講你女朋友也會跟我走 因為阿管太帥了 好不好 我盡量不要 我盡量推走 不要不要不要 你男朋友在那邊 不是 不要在大家面前做這種事 走開 走開 我不是這種人 走開 是不是 所以我路上 所以你在路上這樣 牽到你跟女朋友在一起的時候 千萬看到阿管 不要 你會沒有女朋友 好不容易交了一個女朋友 不能讓她看到阿管 千萬別 千萬別看到阿管 懂我意思嗎 如果你讓阿管 你女朋友看到阿管 那就不是這樣 那她就跟我走了 好不好 是不是 所以我就說 我就說 很多事情我就說 可忍可不忍啦 像這種事情我真的沒辦法忍耐 我們漸漸夜夜 我們賺錢賺了那媽的要死去活來 然後他媽的你就這樣畫一畫 也不告知 沒關係阿 也不授權 我 我的畫家很多 我的美編很多 會畫圖很多 喔 像周邊的身邊朋友很多會畫圖 如果今天要做LINE貼圖的話 我需要別人幫我做嗎 我真的真的要做的畫 對不對 我 我直接請每邊幫我畫嘛 對不對 是不是 免費或是說 特價多少 給大家使用嘛 是不是 不要懶笑畫很大隻阿 比想說一個圖在做愛 然後旁邊寫三小時起阿 那種賴貼圖 才符合我的形象阿 畫那個 不符合我的形象 或是很帥的顏值 旁邊很多小 很多女生這樣拿著花在等我 這樣才是符合我的LINE貼圖嘛 像這有形象 阿管出來然後很帥 然後旁邊有很多小女生 這樣愛死你的這樣 是不是 這種LINE貼圖嘛 才是算符合嘛 你這個 不行啦 好 那今天就陪大家到這裡 喔 館長累了 我們有這兩天 小孩子喔 不用去保姆那 都把我弄得死去活來 我們明天有空 明天應該是晚上起來 跟大家抽獎而已 因為明天有手錶場上會來找館長喔 然後 我來看 來介紹幾個手錶 我要跟他商量 惡名照章的手錶 喔 可能要賣一萬多塊啦 因為他成本真的很高 成本很高 好的 大家晚安 那些人偶然的手錶 我去看 你沒有錯